是他會一直潛伏在這個位置 所以一旦一再接觸 或者是我們的 年齡下降的時候 就會造成這個併發的部分 就會造成癌變的風險 所以他是殺不死的 這可以這麼講嗎 對 他的毒性不強 但是他就是會一直潛伏在那邊 就很討厭 不過我這邊先請教您 哪些人呢 是所謂的感染HPV的高危險群 是 那因為我們知道感染HPV的話 離癌的機會是九倍 所以到底有哪些族群要小心 這個HPV的感染 這個是單一性伴侶 這樣不是算這樣單純不是很好嗎 單一性伴侶怎麼會 所以大家會覺得單一性伴侶 應該感染的機會很低 那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最近就是在我的診間 就是有一個婦女來做檢查 那她做檢查的時候 就驗到了有這個人類乳涂病毒的感染 所以她一上網一查 然後下次來檢查的時候 她就帶著老公來 她就立刻對老公大罵 就說一定是你在外面亂搞 所以我們常常講單一性伴侶 但是我們不知道 對方到底是不是也是如此的忠誠 那當然我們就是會盡量的去排解 在馬上在診間發生的這種家庭糾紛 那時候甚至太太都要拿椅子起來打人 很恐怖很恐怖 那我們只好趕快找警衛來 上演全武行 對對對那時候 我們也是要盡量排解說 也許是其他的狀況這樣子 那當然後來還是有找到 就是先生出軌的這些證據 對對對 所以她就會說 醫生你不要再幫她找藉口了 我早就懷疑她了 所以老婆的懷疑竟然是真的 就是女人的第六感 對對對這真的蠻準的 所以這種就是說 單一性伴侶仍然是有機會 感染到人類乳涂病毒 就是你的伴侶要忠誠 對不對 沒錯 對彼此忠誠 OK 那我們看第二條 好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條性生活 這個我們可能會比較理解對不對 沒錯 對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疾病的話 就是跟病毒的接觸有關係 所以性行為越頻繁 然後性接觸的次數越多 對象越多的時候 當然就最危險 對 第三個的話 蛤 為什麼 對是無性行為者 竟然也會得到人類乳涂病毒 奇怪了 我覺得這邊有兩個都覺得不太 不太 一跟三都有點讓人家 覺得不可思議 對沒有辦法理解的 其實我們在診間也會碰到 真的沒有任何性行為的 患者 真的得到了人類乳涂病毒的感染 或甚至癌情的病變 他會覺得很無辜耶 對那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其實公衛有做過研究 在我們的公共預測 或者是 澡堂 或者是溫泉 或者是游泳池 都驗得到人類乳涂病毒的蹤跡 那尤其是像公共預測這樣子的部分的話 在沖水的馬桶 馬桶蓋的馬桶蓋 馬桶的把手 那那個洗手台的那個水槽的把手 全部都驗得到人類乳涂病毒 那廁所的那個衛生紙 對其實也是會有 衛生紙的時候也許我們就是擦私處 那剛好那個地方有病毒 我們的名移有下降的時候就會帶進來 然後像我朋友他也是一個單身 然後沒有交過男朋友 然後就有一次他跟朋友去泡澡 泡溫泉嘛 因為冬天舒服 然後回來沒多久以後 他就跟我講說 他下面好像怪怪的 然後問我說怎麼辦 我又問他說 你交男朋友了嗎 然後他說沒有啊 他沒交男朋友 其實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說 只是泡澡而已 也會產生像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請教理醫師 那哪些症狀我們就要特別注意 像他剛剛白白的朋友對不對 他說他覺得怪怪的 還好他有警覺 那會不會有沒症狀 或者是有哪些症狀我們要注意呢 是所以其實有非常多的症狀 需要小心 那第一個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肛門或尿道的出血 那這種的話就有可能會得到一些 病毒有菜化的部分 那我們必須注意到 就是生殖器這周圍 例如說陰莖 陰囊 尿道睾丸或腹骨勾 大腿肛門等等的部分的話 如果有摸到小肉瘤 或者是皮膚不正常的腫塊 或是異常的一些皮膚變化的時候 就要注意 那它可能會是稍微有點 平平粗糙的皮膚表面 也有可能直接凸起來變成小肉瘤 這樣我們就知道是一個菜花的病变 哦 原來是這樣 對 那第二個的話是 排便的習慣改變 那排便習慣改變的話 其實是有可能有 肛門癌的這樣子的風險存在的 那所以我們要注意 會不會有肛門出血的狀況 那有的時候會有疼痛 搔癢的情形 甚至有些人會在 就是底庫的部分 會有一些不正常的分泌物是從肛門分泌來的 這個都要小心 那另外當然也有可能會摸到肛門口附近 或是腹骨溝附近的淋巴結腫大的時候 也要特別注意 哦 那第三個的話是這個 陰莖的顏色的變化 那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大家會覺得說 顏色的變化到底是怎麼樣的情形 對 其實絕大部分如果是癌變的顏色變化 它反而是變淺的 是變淺的 對 其實男性的部分在青春期以後的話 陰莖那邊的顏色跟睪丸的顏色會變深 但是一旦有癌前病變的時候 這部分的皮膚會變得跟原本不一樣 它會有一些色素淡化的情形 會到白白的這樣 對 我們會俗稱白斑的部分 其實口腔的白斑 外陰的白斑都跟癌前病變 跟癌變會有關係 哦 那第四個的話就是這個 咳嗽 長期咳嗽或者是喉嚨痛 這個可能就會跟我們所謂的 口腔的部分會有關係 如果沒有聽您這麼講 大家會以為說我又確診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要小心的 尤其是如果萬一還有咳血 這樣子的狀況 那就要特別注意會不會有口腔癌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有個特殊的族群也要小心 其實是小朋友小baby的部分 我們知道這個感染的話 人類乳涂病毒的感染 其實可能會藉由垂直感染 它從產道出來的時候 對 而被感染到 所以有些小baby 所以 baby初上的時候 有可能是被媽媽 媽媽給傳染到的 對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所謂的氣管 氣管的人類乳涂病毒感染 甚至有氣管的生殖油 這種在處理上 就會非常的辛苦 因為寶寶的免疫力差 通常要經過反覆數次的電燒 等到它比較成長 比較穩定的免疫力之後 才有辦法改善 哇 小朋友還這麼小耶 就要一直做那個 可是要不治療也沒辦法 對 所以這是一個特別的族群 然後也是要特別小心的 如果有人類乳涂病毒感染 病毒油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建議不要自然產 可能就是要剖腹產 才安全 對 那最後一項的話 就是在陰道的不正常出血 陰道的不正常出血的話 可能就會跟我們的子宮頸癌 跟陰道癌都會有關係 那白白說都怎麼照顧呢 中間其實我有出血 因為我提重物 然後下樓梯上樓梯 但我當時可能就想說 可能是月經來了 對 然後回家才發現 我內褲都是血 然後想說 看一下經期也還沒到 結果才想到 對醫生說不能 不能提重物 一般我們會建議 有接受過這樣子手術的病人 因為我們提重或者是 頻繁的上樓梯 或者是蹲站的姿勢 過久的時候 我們的血液會在骨盆腔蓄肌 那蓄肌的時候 就容易在這個傷口的部分 造成出血 這個是我們很常在復科 急診的時候會碰到的 就是病人會講說 自己做完手術之後 大出血這樣的狀況 所以要特別小心避免 所以其實對於這個疾病來講 預防是最重要的 那要怎麼樣去預防 人類乳突病毒 第一個的話 就是要正確的使用保險套 安全套的部分 那第二個當然是要避免 過多的性伴侶 盡量還是單純單一為主 那第三個最重要的是現在的 接種疫苗的部分 16跟18型 也就是癌症機會最多的這一型 那但是它就不妨 以台灣來講的話 5258也很多 所以後來就是有這個 酒駕的疫苗 可以去做預防 其實目前的建議是 兩性都施打人類乳突病毒的疫苗 喔